不分别有执着是反复 没有法子 这一生当中不能解决问题 六道怎么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 如果没有执着 就没有六道 你还有妄想分别 没有执着了就没有六道 有妄想分别也没有了 那你就超越摄法界了 摄法界是妄想分别变出来的 你就超越世界摄法界 超越摄法界 你就进入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妄想 那个妄想很波 已经不太爱死 但是还要断掉 妄想就是无名 华严经里面所说的 四摄一平无名 通通断尽了 那就圆满称佛 这是佛给我们说明 六道设法界是怎么来的 是假的 能变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 所变的境界哪里会是真的呢 六道设法界都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错了 所以我们要想往生的时候 自在潇洒 那你就要把这个放下了 真正做到清净平等去 本经尤其殊胜 是平等普遍折磨一切众生 换一句话说 就是叫一切众生平等成佛 这个法门看得了吗 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都没有这个讲法 菩萨 原觉身闻天人 怎么可能平等成佛 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平等成佛 这个经叫平等经啊 这个法叫平等经啊 这个学叫平等经啊 还得了吗 平等经也是阿弥陀佛的笔号 也是一切诸佛的正确 只要成佛都叫平等确 佛与佛平等 菩萨跟菩萨不平等 佛跟佛才平等 佛佛道统啊 为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经了 现在是平等下 末后这个字是经 这个常说 我们在此地也就省略掉了 今天将这个题目给诸位 报告就到此地 时间到料 我们念佛回向 请先开金板 请先开金板 第一面 道速第四行 请看经文 如是莫文 一时佛 我 在王舍臣 齐都居山中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 经开三分 我们也把它省略掉 过去讲过很多 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在经文里面 学习的是哪些 这是这一会议 如是莫文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的含义 非常深 非常广 实实在在 说之不尽 什么叫做如是 古无大德 古无大德 给我们说明的 最简单的说法 如是至今 是我亲自闻佛所说 这个是最简单的讲法 我是谁呢 阿南尊者自称 世尊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 并没有记录 跟中国孔老夫子 当年在世讲学 一样 佛灭度之后 佛灭度之后 他的弟子们 学生们 觉得老师一声所说的 对于一切众生 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能让所说的 就在这一代当中 那么夜末不能再传下去 这多么可惜呢 所以学生们呢 开会 来讨论 怎样把佛所说的这一切经 流传永远 于是才有集结这个做法 那么在集结经葬的时候 完全要依靠当时人的记忆 诸晓得 佛说法 四十九年 现在有哪一个人 四十九年所讲的东西 你能够记得住 尤其是 四十九年前讲的经 你还能记得吗 恐怕在我们这个世间 找不到一个人 别说四十九年 九年前讲的东西 恐怕你都忘得干干净净 都记不住了 那么好在佛弟子当中 这个记忆能力特别强的阿难尊臣 阿难确实这个能力很殊胜 天一遍之后 永远就不会忘记 所以这个积极进葬 大家就推选阿难出来复讲 把世尊 有些随便 有些随便 非常存在 是 是 是